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各位亲爱的超马家人 大家晚上好 好 我是龙珠 其实我跟导师的姻缘 大概现场有新朋友 所以我就稍微说一下 其实我是在去年的8月26号 导师在我们台中的洲际棒球场 举办一场这个三千人次的 那个Q&A的活动 那其实我那时候是一知半解 因为书也还没有看完 然后我是跟我的朋友去参加一个餐会 那参会就认识我的接引人 也就是刚刚那个欣云妹妹她的妈妈 孕玲 她接引我 她跟我说她有在主持一个读书会的活动 那她要邀请我去参加 那其实我觉得说读书会总是比什么 那种商业的分享会要好 所以我就还蛮欣慰 蛮开心的去参加 那其实我看到导师的封 导师的这本超级神秘密码的封面 真的很喜欢 尤其是他写那个光的神秘作用力 然后打开看 可是虽然很很浅白 但是事实上看不太下去 然后我心里面就想说 那既然看不太下去 就是把这个当有也好没有也好 就是去敷衍个两三次我就不参加了 然后就是这样 有时候有参加有时候没有参加 然后结果到八月份的时候我就想说 那我就是不要去好了 但是那个玉琳就跟我说 我们导师有来台湾 你来看看导师也好 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去年的八月份 台风很多 一直进来 那我当下就想说实在有点不想去 那如果没有下雨我还跟他说 如果没有下雨我再去好了 那当天呢是真的我从骑车出出门到退场都没有下雨 然后其实我是有点迟到的 那我就没有跟我的朋友们坐在一起 所以我是坐在看台边旁边 算是还蛮接近导师的 那导师我是第一次看到他 那跟他们就是跟着大家跟导师行完以后坐下来 那个眼泪就是莫名的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 掉了大概半个小时 我必须要讲我以前我是不相信很多什么系统什么 因为我之前都有参加过 但是我觉得到后来给我的感觉就是失望 我也没有找到什么希望 所以我当下就是很感动 然后我一直想说我一定要找机会把这本书弄懂 而且我一定要就是要认识这个系统 那也很感恩 老师在过没多久就是九月底的时候就有一个美国喜 然后其实我当时的状况是不太有能力去这趟远行的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天地很感恩导师 我居然刷了上张卡还能够去 那我的想法就是说既然我想要了解这个系统 那我一定要清楚明白这个导师的为人 那去跟导师就是近距离的接触 我们上了四天的课 那个飞机就来会就两天了 那其实从导师的言行 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 导师真的是弟子规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他的言行举止 你会感受到真的是 真的是你找到的名师 然后我也想跟各位分享我来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的改变 因为我从小我是长女 那我们叫八个小孩 那我的阿嬷她非常非常的宠我 所以变成我就是自以为是 然后目中无人 其实我是非常非常骄傲的 那个时候没有叛逆这两个名词 但是我是真的很很不容易相信别人 那来超马以后呢 跟着导师的方法 我觉得导师的方法真的是对每一个人都有作用 只要你真心的确实的照导师的指导方法下去做 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导师要给你的 你需要的天地给你的 像刚刚那个阎文 他讲到那么深入 他才进来两个月 他的心路历程 也是我这一年来的心路历程 那他这么用功 因为他很想要 他一直希望自己突破 一直希望自己突破 那我的个性我就是很骄傲 那我认为我应该可以 我都自己自以为是 所以那个心门打开的程度就不一样 接受到的又不一样 所以老师会常常说 个人修个人的 真的来到这个超马 真的是千年之约 尤其是我在这里一年 我看到身边有的朋友来来去去 那有的是非常非常大的进转 那不要说什么 那个心雨妹妹她们全家 因为孕林她她的改变 她的脾气改变了 那她全家受益 她们全家都进超马 那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幸福 因为她是我的接领 我差不多都会常常去 那可以感受到她们家的氛围 都是在爱里面 一个家庭能够这样子的圆满 你想想看 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这样圆满 那社会还有什么纷争 没有啦 也不会有人犯罪啊 因为我们人就是缺少爱嘛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爱从哪里来 蔡女士说的 感恩之 洗劳之感恩 然后导师叫我们的 感恩才会知道真正的爱 那真的 只有真正的爱才能够救我们 所以我们导师的大爱 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爱 谱传出去 那我很希望说 各位新朋友 旧朋友们 大家都一起努力 像这个12月21号 能够挤爆她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